奧运羽球女单小组赛第三战 戴智颖迎战法国队的齐雪飞 过去曾经是大陆羽球青年队的齐雪飞 因为少有出赛机会 因此在2019年转级法国 身为世界球后的戴智颖面对世界排名第41的齐雪飞 一开局拿下5比0的领先 虽然齐雪飞也有反击 但是根据官方数据显示 两人对打回合最长的时间是24秒 平均每回合10秒分出高下 戴智颖以21比10拿下第一局 戴智颖的父亲会这么说 是因为戴智颖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 曾经po出这么一段6秒的影片 因为这场比赛要在台湾时间上午8点出赛 也让戴爸爸担心 女儿能不能适应不同于前两场的出赛时序 不过戴智颖以实际的表现化解爸爸的担心 第二局虽然齐雪飞富于顽抗 不过戴智颖以平均每回合11秒的时间 最后21比13直落二 拿下三连胜晋级8强 刷新个人在奥运赛场上的最佳记录 前两次奥运都是在16强嘛 这次因为消毒赛是理事脚型 打三场所以16强就轮空直接就到8强 赛后齐雪飞也承认 他已经竭尽所能 因为面对戴智颖世界球后等级的对手 对他来说实在是太难了 确实这场比赛戴智颖用了25分钟完成 纵观三场小组赛 戴智颖除了第二战对越南的阮翠玲花了39分钟之外 其他两场比赛都是在半小时内结束 以小组第一的身份进入8强 更追平的中华队在奥运羽球女单项目的最好记录 我还是希望自己可以去拿到每一个没有得过的奖 努力的在练习啦 对那就希望之后的成绩可以继续维持 这是戴智颖在2019年拿下两大赛冠军之后 面对媒体的一段访谈 似乎也透露出他对这次奥运的期待 在比赛的时候如果遇到速度比较快的选手 在僵持的时候我应该要怎么去 在这中间去做跟上 然后去找一些机会去做突破吧 但是要找到就是整场球 都要速度这么快这么快的人 其实有点少 这是戴智颖征战多年来所累积的对战经验 也反映在他小组赛第二场 对战越南阮翠玲的比赛中 因为在官方的记录中 阮翠玲和小戴对打回合的最长时间有30秒 不论是远端的长球或是往前的小吊球 再再显示出阮翠玲临场应变的灵活性 小戴凭借着丰富的国际赛经验 在摸清阮翠玲的打法后 以更加变化多端的球路 孤左孤右孤长孤短的战术 让阮翠玲的体力快速下滑 并且把握机会以2比0完成比赛 这在戴自颖顺利进入奥运羽球女单八场之后 一向和小戴感情很好的阿嬷也不会言 自己的心情会随着孙女在比赛时的表现而七上八下 小戴的实力毋庸置疑 其实有眼尖的网友就说 在本届奥运小组赛的第一场对瑞士贾奎特的比赛 就可以看出小戴不仅是世界球后 也是一位具有王者风范的运动员 因为戴自颖在赛前就发现贾奎特左脚有伤 所以在比赛中全场没有杀球 没有刁钻的钓球 用不伤对手自尊的方式赢的比赛 完全展现了奥运精神 基本上都是这样 就是一场一场来 对啊 我们就全力去注意每一场球的比赛 现在戴自颖以三连胜强势进入八强 正朝着自己想要拿到不曾拿过的奖牌之路 一步一步迈进中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订阅 按赞 分享TVBS News频道 要开启小铃铛哦 还有还有下载TVBS新闻手机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